我想這段時間 柯總召帶領著民進黨團 我們共同為維護憲法 我們一起集體的作戰 5月28號 假改革徵擴權的法案通過了 5月28號是台灣民主蒙修憲政蒙城的一天 6月26號 事件齊發申請示憲 為了維護憲政 集體的行動 我們一起來 到今天10月25號 如同剛剛總召說的 今天其實是光復節 但今天另外一層意義 今天是台灣的憲法光復日 正義不是不到 正義一定會到 今天我特別拿了這兩個氣球 總召你記得這兩個氣球嗎 其實是三色氣球 是我們在5月24號 在進行連續四次的院會 進行抗爭的時候 我們用三色氣球 反惡法 反黑箱 以及反擴權 那一天 立法院的議場 白 藍 黑 這樣子的陰霾 籠罩在立法院的議事 在立法院的議事上空 那到現在時隔已經 一百五十多天了 大家知道嗎 這個氣球 一模消風呢 照理講一天就會 整個風就會消掉 但是這個沒有消風的 反擴權 反惡法 反黑箱的氣球 一直在我們黨團的辦公室 這告訴我們 民主比氣長 我們民主比氣長 那作為民進黨 國會改革小組的召集人 我想就今天的 宣判結果很清楚 總統國情報告的部分 極問極答 本來就違憲 我們也看到 藐視國會罪 這當然是被宣告違憲 自辭而後 我們希望 行政立法平等相違 立法院沒有比較大 讓立法院回到 理性問政的優質環境 當然 反質詢 因為並不存在 反質詢這件事 尤博翔大法官在憲法法庭上 就已經 詢問黃國昌 你能夠回答 什麼是反質詢嗎 黃國昌答不出來 只能疑問答問 所以既不存在反質詢 當然也就沒有反質詢 會違憲的問題 因為並不存在 反質詢這種樣態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人事同意權 今天也非常清楚的 就違憲的部分 做出了解釋 我們希望呼籲 未來讓人事同意權 回到一個憲法 合規的程序 也希望朝野共同 趕快來啟動 三個人事同意權 包括NCC 包括考試院 以及大法官 人事同意權 這是我們立法院的職責 最後一項 在調查權的部分 今天違憲的項目非常之多 所以我們早在討論法案的過程 就清楚的向社會來訴求 國會的調查權 就是在市縣限制585號的基礎之上 要跟立委行使之權有重大關聯 而不能侵害其他憲政機關的核心權限 所以說台積電不用擔心了 平民小老百姓 大家也不用害怕了 未來國會不會有過當使用調查權的權力 來侵害人民的基本權力 最後一項 我們一直在向社會訴求 憲法沒有顏色 剛剛柯總召也與眾心長再次向社會呼籲 這場市縣不是誰輸誰贏 是台灣的人民贏了 社會贏了 這段時間我們非常的感動 這是有史以來台灣人民最關心自己國家憲法的一次 我相信今天憲法法庭的記者會 許宗立院長在主持的示現過程的這個直播 也將是最多台灣公民關切自己國家憲法的珍貴一刻 這一次的經驗都是台灣社會珍貴的民主課 珍貴的憲法課 未來民進黨團呼籲憲法訴訟法不要再惡修 我們也呼籲針對國會擴權法案示現結果 即刻啟動法治健全的修法作為 人士同意權趕快大家來行事 謝謝 謝謝